大家好,我是修車阿中 今天我會開心農場在整理我這個石頭平台上另外一塊的那個種植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本來是這一塊我種青江菜的對不對 這個也是育苗那個青菜 剛剛我有那個天然的木耳 就是野生木耳 這樣看比較清楚 你看樹木的長耳朵 這是木耳 這也可以摘 這個可以摘回家 野生的木耳 木頭長出耳朵 很奇妙吧 這個自然我這個生態非常好才有 我在我石頭平台上 剛剛去取這個泥土 喔 去從下面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沒有 挖泥土上 挖來挖上來 挖上來 阿這個也是阿 這有機葵阿 我這個那個葉子的有機葵 這邊做 這個就是那個要種菜 阿這邊也要 但這個改天再弄 一天不要弄那麼多 這個挖泥土這個蠻累的 阿這是有機葵 在這個石頭平台上 這個風景也很漂亮 在石頭平台上喔 種菜有三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陽光充足 在這個石頭平台不會被那個什麼 其他的樹木遮應到 你看 陽光很充足 因為在山區阿 你在 一般的那個 地 土地上喔 一定會被到 被那個樹木遮到 阿石頭平台 就 陽光充足 第一個防蟲害 因為那個 這麼高的平台 那個蝸牛要爬上來 也蠻困難的 阿第三呢就是 好玩 你開心農場 這很好玩 對不對 就辛苦 把弄一個平台來種菜 就感覺好玩啦 阿種出來菜特別好吃 好啦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